每一件收藏的作品都是一个故事 都有很多甜酸苦辣的 收到东西很开心 在收藏过程中也会有很多艰辛的 我们有的是要去四五次 甚至五六次 因为我对这个切齐还不了解不熟悉的 刚开始也已经是从喜欢开始 后来从10年开始 逐步的以收藏切齐为主 当时我已经收藏了有很多件作品了 几百件了已经有切齐的一作品 政府就说 你这个资源是否能让本地的老百姓 或者社会的大家来共享一下 所以就这样 我就成立了这个海外切齐艺术馆 也正是对外开始免费开放的 通过在收藏过程中 我逐步的认识了我们上海 几位比较顶级的那个大师 认识以后 我通过从13年开始把它们汇聚到我这个积极馆来 他们做的要比我有的东西 比我现在做收藏的东西 其实更好 把他们从家里请过来 请到馆里来 不计成本 这样去让他们这个大师去创作 上海的一个工艺就是因材制宜 是根据不同的材料 你什么材料拿过来 我们都可以做香气 都可以这样去做 一桥取圣 这就是我们上海海派的一种风格 这个风格其实在我们工艺美术里面 都有这个特点 但是我们海派器器里面 对这个特别注重 最关键我们海派 它不是说是我们上海 因上海名字而叫海派 而是我们一个是海纳百参的意思 所以叫海派 一件是这个孔雀 叫商榷焦火 大部分都是靠手工 这个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两个孔雀上面的那些鲍鱼壳 据他们这个回忆 当时用了两麻袋的 几百个的鲍鱼壳才做 花有几个花都是用 当时用象牙做 你看这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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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的 很费工的 牡丹花全都是用寿山式做 所以这个里面是工事不得了 无用中从喜欢 便便的时刻感觉到 上海其实有这么好的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的 到后来九十年代开始就终不没落了 传统的这一块我不做的话 基本上就是传了没人再去做了 好多人都说要很傻 我整个这栋房子 如果说我会为赚钱的话 我出租一下一年就两百万可以收入房租 那我现在把这个房子我不租我自己在这样弄 而且每年自己要贴很多钱进去 那个爱好无形中变成了一种就人也是一种使命和责任了 我是因为这个器器而认识了这些大师 而知道了这个器器的发展历史 如果说这个历史在我身上 如果说再把它重新再埋了 那我等于是对这个商业器器是有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